来讲亚财大哥在这边的 早安亚财大哥 早安 我是亚财 是今天我们星期五嘛 我们有14100度 刚刚我们就聊过了 就是西蒙政府启动这个 Dabon就是救国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们在Facebook同步 一样有live的 我们就聊一下 509到现在啊 变天之后呢 其实有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导层 就是包括呢 首相啊等等其他的一些部长啊 都有在处理不同的事务的 我们首先要看看 带领者的部分 就是敦马他的那个领导的风格 在这三个礼拜当中呢 你有看到什么谋略 重点是刚刚你说才三个星期啊 好像才过了 好像已经过了三个月这样子 很多东西发生耶 而且大家好像每天都期待 有新的消息 有新的这种 大家突然间很喜欢看新闻了 激励因素 突然间这个我想媒体的收视力 或者收听力应该大幅度提高 或者是这个网络 人民也是要重新适应啦 一个新的 点击力应该是大幅度提高 真的 有有有 很明显 因为只要一听到说 某某人下午要开新闻发布会 就期待看一下有什么 新的消息宣布 还是有没有人被抓了 当然之前也一直还有一些余序在争论 这个509变天是不是老马的功劳最大 那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老马上台之后 他的这个刑事风格 或者他的领导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呢 大家也注意到 敦马一上来之后呢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警察去查 1MDB 1MDB 直接进到这个前首相 纳吉的这个住宅 去查 当然查出好多箱 对 然后好多的这个现金 这个做法呢 第一时间卡住了前首相 让他动弹不得 因为等于是他要 面对很大的执行 为什么家里存放那么多钱 虽然后来这个武统跳出来说 这是武统的这个进钱基金 但是一般民众的反应 不太相信这回事 当然了 这样子就是纳吉的家里 就变成是武统总部了 武统总部 所以警方方面说可以 等调查过后 你再来申请 再来claim 拿回这笔钱 拿回这笔钱 是 敦马第一个 或者警方第一个动作 去查这个前首相 又查出那么多的财务等等 当然也包括说 在这个查8 million的这个住宅 又收出很多的 这个名牌包包 大家现在记得是名牌包包 数量很多 而且每一个从 价值不费 10万到80万不都有 每次手提着一栋房子 这样子在 走在街上招摇 他第一个动作 就是第一个卡住了首相 第二个是同时因为反贪 反贪这样的一个前提 卡住了前朝的众多高官 特别是那些有嫌疑的高官 所以一下子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可能是国阵面对509的震荡 一时反应不过来 第二个是这些调查 让那些背景不太干净的人 马上禁掉 马上禁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朝的高官 除了零零星星 有个别一两个出来谈话 大部分都禁掉 都不敢轻举妄动 就是说 敦马这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下马威 下马威 这个前朝的这些做法 某一些不好的做法 要清除 所以那些贪污烂钱的人 你们等着吧 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 马上卡住 但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新任的首相一上来之后 就检讨前朝的大型计划 这个当然比较具体来讲 比方说已经正式砍掉龙兴高铁 第二个也终止了这个MRT3 当然也提出说 要检讨东海岸铁路 还有其他重大的一个项目 大project 当这个大project一提出来 这样提的时候 虽然小有争议 但是总的大家 普遍上还是认为 这个做法还是可取的 可以接受的 相对于这个庞大的债务 那这个卸减开支 或者暂时把一些开支停掉 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做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是全朝政府 某些政商关系的一个企业 或者是一些计划 所以砍掉这些项目呢 无形中也砍掉了这个 这个全朝政府的一些经济来源 等于说在经费上呢 把你的水喉锁掉 所以现在巫统没有办法再拨款 给区域了 所以富兰间 当然这个马上面对 面对压力的 冲击的就是巫统 对 巫统从众多的这些计划里面 直接间接得到好处 然后这个蹲马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其实就是马上砍掉 马上砍掉的话 就等于是说 把过去的政商关系切断 让你的经济来源面对困难 当然其实他们的党产 还是非常雄厚的 只不过新的来源呢 马上面对一个困难 这个也是前置压住这个国阵 让他一时之间难以反弹 这个是第二个 他有一种重新洗牌的感觉 就是可能一贯你走这条路的 可是现在这条路未必能行 你可能要再想多几条路出来 我觉得他更像是下棋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一步一步 然后慢慢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四面楚歌那一种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一些大的企业 大的企业家 也保持沉默 特别是选钱压错地方的 更加沉默 更加不敢出声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你没有看到我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 顿马的第二个谋略 但是这个还是算是比较上层的 比较高层的一个决策 这三面对 你应该让我看 我说 你应该让我看